欢迎各位旅章 欢迎跑马4点来的朋友 在日本骑士邀请赛 最后莫来拉 最后赢了一场以赢封王 大家都看到何志有些机会赢马赢马 结果最后莫来拉封王 田大安第五名 最后莫来拉拉第八名 这件事 张先生有没有东西看到吗? 很多东西没有看 大家都没有机会在电视上看 也没有机会到 如果有很多大铺人就会上网者看 但我想不会有很多人这样做 不理的 长城就不知道莫来拉怎样赢 这两个月也不是很关键的事 可以带出三四个东西来说 第一个东西就是 我真是欣赏日本中央竟贸会的 坚持 坚持是 就算你有香港骑士都不让你转播 就算那天有什么大赛 都不让你转播 因为日本马会 不是单向展看的 他们坚持的原则 转播给海外赛事那天 一定要有一级赛 才能转播出去的 其实日本马会已经态恶了很多 以前只是让你播出一级赛 现在近十几十年潮流 让你播出其他 让你受注 已经开放了很多 但他们坚持自己的原则 大家都知道 根本 较房就是夏天的主场 因为下面 要做跳舞 现在大阪36度怎么跑 东京33度就没得跑 因为日本的跑马就没什么 最重要是中前开跑 36度 坚持没得跑 只可以去扎房 扎房如果没记错 好像没有一级赛 最多最多 可能一场半场 但多数都是二级赛 最二级赛 他都不会让你播出日本 这就是我一向都 印象日本中央竞贸会那些 坚守自己的原则精神 不会为了少钱 坚持少钱吗 日本没有吗 日本没有钱吗 所以香港 打动不了他的 好了 第二点就是何责要 跑第几 没来跑第几 没意义 因为为什么 你少抽 那些什么码 反正是骑工的 全世界的骑士 赛都是 骑级是运气的 等于香港的骑士赛 你抽马抽 抽个异当 很难跑 这也不要紧了 香港骑士赛是平均的 一向都是好东西的 有没有在日本下脚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跟进 有人问一下 撼穿是没有问题的 不断撼穿 因为每年撼穿三个月了 应该这个问题 走去走去 没所谓 在南美洲到处走 不只是巴西 南美洲到处走 但是比较特别 莫里拉 不想美国跑 以公力来说 舊跑 在纽约那些舊跑 我们也不会有太多机会 在香港再见到莫里拉 除了可能回来客串 一天半天的那些 我表明是莫里拉 勇等来的 不是因为他们帮我赢 就是金威妈布 不是说潘顿帮我赢 罪布区 这不是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真是好 莫里拉 我开始就有报名表 原来就是去年 骑士堡是十月初的 骑士堡初出即赢 那我已经做了 骑士堡有没有机会呢 这样子来推出 今年如何呢 可以做这些功课 原来骑士堡 出事不是九月来的 是十月初的 当时呢 被罚十天 上诉减去两天八天的 很合理的 其实我以为六天 更加合理的 很多时候你知道 香港有些骑得不太好 不满意他都六天 那十天 我们去年说 已经是太拒绝了 半场头嘛 八天 就是说一下假 如果他 改判六天 他想到笑没有面子 减两天八天 大家下台算了 好了 原来最近 为什么我说六天呢 因为我们以往是这样的 尽质 甚至英国也是最近 英国有个骑士 那些二、三次骑士 不知道什么水 应该有中文译名的 没有理他 这些三线骑士 没有理他 又是这样 中展前 可以说推骑不是最尽 回来又好像 这些时候何摘药的平头 不是输的 平头第一 18天 18天 18天即是 英国不够三个星期啦 英国是一个星期跑七天的嘛 18天即是两个星期半 不够三个星期啦 所以何摘药呢 根本判了六天是最对的 香港就是 六天即是三个星期 是不是 今天是对的 所以我们不是说 事后孔明 我们一向说 没有理由啊 人家的准则都是这样的嘛 当然英国骑士是 神怨啊 没有理由啊 大哥 可以骑到尽的啊 那这个不要拗呢 我们也说 我们没有剧片 就骑一些炸马 我们拗为做什么呢 总之是平头 应该这么说 就是很慈名地说 如果何摘药那场马 是影输了跑第二呢 就可以分他十天 对吧 你容易怎么好 你没有容易 你失去了 失去了头马 失去了这个马主的 头马账金 人家的头马账金 那么就罚你十天 我觉得很合理啊 但是平头嘛 竟然平头 就是六天啊 数一半啊 不要理了 这个已经是连线的事了 有什么想法呢 十天都已经太重了 没可能 我自己那次的立场就是 你这样也说要十天 那就是不行了 你看看其他赛事的骑士怎么站起来 人家交回头马给你 虽然说没了一半场 投注人士没了一半场 我觉得十天都是 等于罚你没了一场头马的罚则 我觉得真的太过分了 我觉得 是啊 首先 上个月是不是在英国罚了多少天啊 18天 原本18天 然后最后减两天 变了16 16天 跟骑士随手 最后一部随手 18天就 一样啊 是啊 打多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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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用遍 最近是一个全世界开始重视的问题 我是很坚持 当然 首先用遍很特别的 原来在60年代 香港赛马 验习生 是不准带鞭上阵的 不是怕他打一只马 怕他顾不够 搞不够 搞不够 还用鞭做危机 那你骑了几场之后 才被你带鞭上阵 那先骑一 之其二就是 其实呢 现代的尺度 就认为呢 特别是纯种马 百分之百 即百分之九十都是很中心 全部跑了给你 根本你推骑呢 打鞭 跟打鞭 相差 有的 即可能半个马位 不是因为打鞭 但打快三个马位 不是 这样子不会的 即是如果他推骑的话 转兵相接 用鞭 跟不用鞭 可能用鞭 是约着少许少许少许的 因为那只马 收到的讯号 打鞭 不就是罚他 喂 你不快 我打死你 不是那些问题 是给他的讯号 他要 拼全力 一只马 拼全力 来 充 充 什么是用十成力,什么是用九成半力,什么是很难判断的 以前香港很多骑士被罚停下三个月等等 都是垂手,垂手意思是那个人根本是没有动到,他的手没有动到 那是零,尺度就是零,是吧?你推上去多少,全部推了抛僵抛尽很危险 十成,因为一路推八九成,尺度是很含糊的 正如是这样,打边究竟是打多少边才是合理呢? 据说,英国就很先进,英国在九十年代开始行这个例子 认为打死马没用,那些马根本是多数是很中心的 你是中心马马,你打五边和打八边是没有分别的,他都是给你 那些懒的马,那些不中心马,你打二十边,他都不给你 没用的,他不会因为怕痛,用十成力,他怎样跑都用八九成力 你打死他都不用十成力,宁愿给你打都不用,自己不要那么辛苦 是这样的,不要紧要,没有的,所以金部打的一边是没有一个客观是准得的 但是英国很早已经,二十几三年前已经定了,上世纪未已经定了十边 那一直收窄,收窄到又八边又七边,又去到五边,五边 跟着又放松到七边,七边的定义是五加二 就是你前面有需要马规矩,不规矩的话,你可以用两边出去推 我认为其实都是挺好的,但是我就有一个谋论的,我认为五边太多 五边太多 整个理论就是,那些骑士说,偷偷地打多一边,跟着都可以咬 我数不到,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打多一边 是啊,他在拼命啊 是吧,我会不会这么清晰地去问一下骑士 你会不会这么清晰拼命的时候,这么分业 一转一转一边,人家在数你,究竟打多 第四边呢?第五边,第六边呢? 你不会数的嘛 这样香港不会的,香港骑士起码打十几十边的了 所以最好的就是大家,无论你在直路任何地方 或者是冲不冲闪都好,点兵、守护都好 我认为跑马,打三边 一二三不会错的嘛,不会四的嘛 一二三三下就很清楚的 你可以先打边,再推骑,推骑五步 再打第二边就可以了 然后再推骑几步,再打第三边也可以 无所谓的,总之你直路就是不要打五边 我认为今天三边搞定,没得争 你不会错的,你不要跟我说 我无心之失 打多一边,第四边,没得争 三边是很清晰的 五边其实已经清晰了 不过问题是五边有时候会五和六 是吧?很容易数错的嘛 你三和四是不会错的 是吧? 所以我认为全世界应该走这个条例 跑马应该,无论你在哪里 打三边 如果打四边,我一路以上好像何宅耀 那样罚十几人是对的 我以为是对的 那究竟选择都有问题了 是不是应该逐边加上去呢? 因为一过了那个限项就是这样 是 这应该是要逐边算的 我觉得呢 譬如说我打五边 打完第六边就是六天 如果打第七边呢 再加八天给你,十四天 如果打到第八边 再加十天 就是如果打八边的话 你应该要罚24天 明白吗? 一又加上去 你打十边 于是你会停出去 是 两个月 是 我觉得应该这样更好 因为这些呢 在这个上世纪中还未执行到的 因为那时候 巡来影片呢 是真的影片来的 即是视频也未有的时候 视频也出现了 视频也是七十年代而已 用在赛马也是七十年代的 六十年代的时候 何来视频呢? 你跑完就算的嘛 那时候我肯定一样东西是用飞林录的 即是用飞林录的 这是两样东西 以前就做不到 现在真的 这么高科技 就是立刻看回 snow motion close up soup 什么都要看完 这么高清 不会错的 差不多可以这样 现在我需要看你 其实是手指的动作 可以看到的 如果我需要看 是不是 是 对不对 那是 现在科技 这么厉害的VAR 凸了他的脚趾出来 都愉为 哈哈 不像他的脚趾 哈哈 对不对 特别是他们说笑 连鼻毛都凸出来 都看得到 真的说笑 都看得到 所以根本就不是问题 所以我同意的 我们纯粹叫什么 但是 会否考虑 作为佛迷马呢? 澳洲说是佛迷马的 不是佛迷马的 不是DQ 是的 如果你DQ 如果你DQ 其实更加 更加小心 是的 就是说 喂 我欣小失大 对不对 还有不要想着 过了骨 收了钱就算了 扭了派了就算了 应该佛迷马也是好的 我也贊成 不过我再这样说一句 这个我是一个很理想的 什么 在英国做的地方 英国的马会 Jockey Cup 和British Racing Authority 都是和博彩铺没有关系的 不关系我们坚守 你们马迷的利益 与我没有直接关系 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香港马会 不会有你的勇气 我可以说不说 我可以预见的将来 他们这些领导层 没有这个勇气 推行的 但澳洲做到 不要说我五边三边 那些 十边他都不会的 不会说英国 五边十边 不会的 香港的马会最高层 没有勇气 面对这些马迷的压力 没有勇气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有勇气 我坚持 世界潮流是这样的 香港已经迟了很多年了 你说自己是全世界最先进马会之一 但你的条例还这么落后 唉 改吧 澳洲也正在走 澳洲的赌道这么大 澳洲也正在走 澳洲也正在走 不知道澳洲的例子是怎样 究竟是超过的 还是数多少边 还是数多少边 也是数多少边 类似限边 但是我忘了去看 可能全程你打七边 尽管你多过七边 你就会出事 现在最容易 问题是这样 这个有点漏洞 为什么呢 你没有理由 赢了之后 你立刻按视频 数一下 有没有七边 有机会的 我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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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定有人数 我觉得一定有人数 如果没有人数 他怎样行一条例 等于你英国也是 你一定是有些人数 他用边 如果不是 老实说 你作为骑士 难道你这么坦白 告诉他 对不起 我这场打了十边 打过龙 那样 会不会这么乖 还是一定有人看 如果有些人数 看这条片 究竟 他们有没有用多了 这样 这样就会影响 那个派彩 有机会的 就是复缝 要慢慢看 这么多只马 起码 至少要三格马 要看完 有时间看 一场 不过我估计 我估计 我估计 组段很少用 相对少用 是尽尾 拼命的直路 如果容易举行 只是继续路 如果真的像墨尾本杯那样就糟了 跑了几分钟 难道全看完就糟了 看直路说二十多 还对 还对 不过我再说 香港的最高领导层 百分之百 没有这样的勇气 推行任何类似的政策 我不要说批识 他绝对没有很多勇气 想都不敢想 他将会面对马迷的压力太大 免得什么 免得你 有关什么事 打死马 那些马主 不是我的 马主连马斯 不关我的事 所以再说 我一直都说 马迷和马主连马斯的立场是不同的 那些马迷说 为什么这么搞错 其实打了十二边 影孙应该打了十八边 如果打十八边 我只有一条Q 你打十二边 我没有一条Q 为什么不打六边 大家尺路不同 那个马主连说贵 够了 十二边都够了 对吧 失条Q 就失条Q 那就算了 对吧 马主连说 黄少带说贵 不会跑完 马变成了斑马 哪一类类 哪一类类 根本大家的立场不同 总之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些拉集说一下 对吧 对手用多少个力 最后一步平投 正巧 现在在英国又出现同一个情况 对手平投 真是 好了 这集就这样 欢迎国安网友 订阅和订阅 订阅和订阅 免费频道 和点赞给我们 亦都欢迎成为收货会员 成为收货会员的方法 可以在youtube文字版 在这里的连续 订阅和订阅 就知道会成为收货会员的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